十一今日 歡迎收看沖港台 今天會在這裡做外景 是啊 這裡是曼谷國際機場數量鋪 佳欣 這條片是星期日拍的 我星期日那天休息 即是昨天休息 來機場拍一拍現時的情況 兼且在這裡拍一些沖港台 因為上星期我的影片出現了一些問題 聽從大家的意見 今天開始的影片會有些更改 有些模式是不同的 首先 因為 不好意思說一句 因為小弟不是一個有錢人 我都要賺錢的 我不要求賺錢 賺很多錢 但我都要吃飯 要開支 所以我最後接了一段時間的工作 因為我新節目現在正在拍 每天都趕得很重要 前天早上4時起床去外景 但也因為這樣 我之前就想了一條糞便 因為我每天都有這麼多影片出街 那我不如拍一些存貨 雖然很老實說 我的影片就不是真的很多人看 可以說不如放在一邊 但也不至於沒有人看 譬如沖港台 是好是壞 有時兩三千 有時四五千 有時六七千 有時萬多 這些不要緊 正如有一位很紅的藝人 請說過 早上到舞台上 有兩個人在看你 那兩個都是為你而來的 這兩個都是你的觀眾 也有些朋友說 每天下午用你的影片來送飯 也因為大家 我不想放棄 不想停止 上個星期 因為計到這條數 我應該沒有足夠的時間 再也要吹拍 就找了視音平台上的商場 那個影院 在北那裏 就享受咖啡 錄了幾集 錄了六集 錄了六集的 本來還有一集的 但我都扔掉了 不會再出的 因為普遍有些朋友的意見 就是說 喂 悶啊 又是這條警 你不悶嗎 其實也是的 這是真心話來的 你悶悶嗎 你不悶 我都悶 既然是這樣 就是你自己有問題 另一個點 有一位朋友 都是善意提險的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在公眾地方 就是喝酒 你真的吃東西 拍攝介紹 如果不是 你真的需要戴上口罩 為人為己 他這番說話是善意的 但有一半我不認同的 公眾人物 我從來不覺得 公眾人物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一搭不跪在香港 在街上撞車 都只能說 一名男子被車撞到 就不會說什麼 我從來都是一個普通人 但普通人就更加要有 這個 防疫的意識 對不對 他說在咖啡店 是不是這樣 就是 不是很大 對的 所以 今天在這個位置 雖然周遭都不是很多人 但我都戴上我的口罩 多謝大家的提點 其實防疫意識 是要有的 任何時刻都要戴上口罩 你可能會說 這樣的環境 為何你不在家裡錄呢 在家裡錄的話 後面是書架景 那些人又會覺得悶的 你不去不同的咖啡店 我是想著今天一天拍五條 我去五間咖啡店 就說 我只要喝五杯咖啡 那會賴尿的 所以就是 Anyway 我快人快語快講 趕完就快走 免得一些菌子留下來 Anyway 都希望大家原諒我少少 做得不好的地方 多謝 多謝 今天說的話題 是說泰國一些的長途 泰國一些的油站 每逢你要出去不同省府的時候 你總會看到路上都是大型的油站 那麼多油站之中 這些油站 每個油站都各有特色的 尤其是PPT屬下的油站 嘩 真是大到不得了 裡面 廁所 有小橋流水 有些有擺神的地方 超 這個超市場 是不是這個71 或者Jeffrey 一定會有的 那麼有些地方 還有按摩店 那些地方 又不是這個food court 那些地方 有買手信的地方 所以之後各有特色 甚至乎 我記得有一兩個人去過 裡面有些VIP的廁所 所以VIP廁所是怎樣的 通常這些油站裡面的廁所 都一定乾淨的 大多數都乾淨 男 男 女 女 都會乾淨的 我沒去過 但那天都乾淨 男的有乾淨 例如站在小便那些位 通常是半露天色的 又有些大自然的感覺 怕不怕人爬出來裝你 沒有吧 應該不會的 那是乾淨 那是多人做清潔的 那些工人經常去清潔 而 好記得 我忘了去哪個省府 我真的去得太多了 做一些VIP 通常剛才說的那些廁所是免費的 但零零實實說 這兩個VIP廁所 要給錢的 給20匹 20匹入場 進去 哇 真是有冷氣不得子 那也是更加乾淨 有些香味 有香薰的味道 而且 廁所裏面 坐廁 保證有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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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泰國的油站 對於泰國人來說 譬如去穿州過省 駕長途車 去到油站 除了加油之外 有幾個目的 第一就是去廁所 第二就是去便利店 買一些東西在車上吃 就像我這樣 往往如果駕長途車的話 我就會買很多很多這些東西吃 而另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吃這個午餐 因為那裏往往很多的快餐店 例如麥當勞 有部分麥當勞都有 Blogger King都有 或者很出名的Amazon 咖啡店 或者Bakkanon 那些吃東西的地方都有 於是大家可以吃東西 又或者可以地道草根 也有一些很地道的 類似food talk的大排檔 也都在幫襯 再不是 也有些地方給小朋友玩 總之就是小橋流水 讓大家可以攤一攤 甚至抽一下煙 吸收一下煙味 整個地方是有心思的 尤其是大家駕長這麼久的車 都想放鬆一下 就在地方放鬆一下 很久之前好像有幾個油站 還有一些按摩店 但現在好像沒有了 於是 例如說對於泰國人來說 我們這些居泰國人 有時在村舟過散 這些油站 其實都是幫到很多的 起碼叫我 坐到累了下去 吸收新鮮空氣 我一進去Amazon 喝杯咖啡 然後繼續上車 繼續去 都好過直踩幾個小時 其實在泰國 生活了這麼久 往往乘三個小時的車 四個小時的車 都已經是習慣了 很久以前想起到鏡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但尤其是這陣子出外景多 有些不同的散府 所以三四個小時都等閒 等閒 有時買齊食 在車上吃完之後 要急 下一個油站又停 停完去廁所 可能又去便利店 又買些東西 然後又上車 一會兒便到 這些地方其實都功勞不少 可以給大家解悶 以前曾經說過笑話 聽過笑話 不知道真還是假 那些油站裏面 那些加油的職員 還會跳舞 唱歌跳舞 讓他們入友人士 沒那麼悶 好像說 曾經某些油站出現過 但之後又好像沒有了 是不是真事 我真的不記得 但我記得好像以前有些紀錄片拍過 如果是也挺好笑 挺有趣 他入友之餘 有歌舞看 又給你看連場歌舞 然後看完 開開心心繼續上路 那這個就是泰國那些 加油站 油站突失之處 那當然 不能跟香港比 香港地小人多 還有 所謂穿州過散 往往幾個小時 香港四個小時 都已經環保油去運了 我們都不需要一些大的油站 一些大型的設施 泰國 因為真的有這個需求 所以 就有這些這麼漂亮的油站 這些油站的面積大到 你真是嘩 嘩 你真是嘩一聲 希望日後 有機會大家來泰國的時候 也有機會 就是穿州過散周圍去 於是 就可以去這些油站 逐個逐個看一下 希望大家滿意今集的 衝港台 希望今次的內容 適合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